大家好 成年的君子兰呢 它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呢 植株会出现一个衰弱的迹象 这个时候的叶片呢 就是越来越窄 然后呢 长出来这个花梗越来越细 整个植株这个叶片的颜色的话 也会越来越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要给你的君子兰进行一个 副状处理 要不然的话呢 植株会越来越衰弱 甚至是出现死亡的情况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副状呢 其实想要让君子兰副状 我们需要两招 首先第一招的话就是修剪脑根 我们在入秋之后的话呢 给你的这个君子兰换盆的时候 就把它的一些脑弱的根系啊 给它进行修剪掉 修剪掉脑弱的根系是为了让你的君子兰能够尽快的长出新根 那么这些新根的话呢 它的吸收能力会更好 让你的植株能够尽快的负壮 那么除了在修剪之后呢 我们等到它复痕之后 大家要给它适当的追尸一点凝甲肥 这个凝肥呢 可以促进植株发根 而甲肥的话可以起来个壮根的效果 给它适当的喷湿一到两次 可以有利于你的植株呢 更快的长出 更加健壮的根系出来 那么有利于它的后期的副状 第二种方法就是将你生长过长的这个根茎呢 把它切除一半 就相当于做一个抹头处理 那切掉之后呢 这样这个带有甲铃剪的上半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三口晾干之后 重新扦插 让它尽快的长出新根出来 然后底部的切除了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 后期只要正常养护 它就还能够长出新的叶片出来 植株呢 会重新复状 当然切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往下一点 不能够切太高 要不然的话呢 在这个宁静部位的话呢 不好扦插 所以呢 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招 让君子男的这个老苗能够复状的办法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